小轿车行驶外侧车道 到了路口时没有打方向灯 就往内侧车道靠了过来 后方车来不及闪避 直接拦腰撞了上去 遭撞小轿车驾驶座 车门被撞凹 车头保险感也翘了起来 众人的秀绿车零件脱落 车灯跟保险感都掉了 严重车祸还没理清原因 侠区警方先对小轿车车主 开了一张闯红灯违规回转的罚单 让他气到不行 因为把时间往前退 路口号制明明就是绿灯 我第一次收罚单就是这一张 有办法给我开到阴道案 同道事日期跟阴道案是同一天 我觉得这个警察真的 办案能力真的 让人家会质疑 真的很不专业 心虚激动痛批开单远景 因为罚单上事发日期是五月二十八号 但到案日期竟然是同一天 最夸张的是违规室游 竟然是红灯回转 但行车记录器明明拍下是绿灯 让车主觉得莫名其妙 他就是没有就是推开这个话题 他只回我就是说 因为你当初跟我讲说 你左转你要回转 你停到旁边 就这样子说我们的话题就断掉了 那我们是依据民众的公诉所举发 那事后我们分局检视这个案子 事故的卷宗资料 还有双方行车记录器的画面 就是民众的工程是有误的 那我们这个举发会予以撤销 再看一次撞击过程 小交车的确违规 没有打方向灯 就从外侧车道进行回转 但红单上违规室游 根本不对错误摆出 没有看过行车记录器 就照双方车主口供开单 让民众质疑 警方办案方式太粗糙 真的出了问题 记者华少平陈芷芳 新北市宜兰报导